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耳光重重扇在我脸上 你是不是出去乱搞了 你老公那么好的男人不知道珍惜 真是个破鞋 丈夫赶来将我抱在怀里 我高烧烧得浑身滚烫 喃喃着问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当他理解这句话的时候 一切已经晚了 我第一次知道游戏 是看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完全黄 在那个缺少娱乐的年代 电子产品并没有像现在一样流行起来 家里拥有一台小霸王游戏机 对于孩子来说 实在是太光荣 太值得炫耀了 我深深地着迷于那彩色的画面 那上下跳动的人物 时髦的嗲嗲声 每次 三年级的弟弟带着一大群朋友 仿佛嗷嗷待哺的雏鸟般 呼啦啦地涌入客厅时 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因为我终于可以假借着扫地的借口 迟迟地赖在客厅里 把垃圾从东赶到西 再从南赶到北 时不时地偷描一眼屏幕 看着那积分的一点点上涨 在砰砰的心跳声中 我多么快乐呀 我喜欢能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事物 好像我手上的日记本 只要一页页地记下去 终会有通关完成的一天 我想象 我的人生也像通关游戏一样 只要努力一点 再努力一点 经验条拉满 笑容和鲜花组成的大礼包 就会在终点处迎接我 妈妈会说 我爱你 醉醉 爸爸会说 去吃零食吧 醉醉 可是那天 在我又一次把垃圾在脚下赶来赶去时 妈妈夺下了我手里的扫把 淡淡地看着我 许醉醉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在大人面前 我的小聪明不堪一击 我羞愧地回到房间 把我的秘密说给日记听 我想玩一次小霸王 我写道 如果我能玩小霸王 就也会有一群人 愿意跟着我 呼啦啦地涌入房间 他们会和我聊天 讲笑话 我就有了朋友 有了朋友 我就不再是爸妈嘴里阴暗的小孩 这样 他们就会爱我 这就是那份终极大礼包里被鲜花簇拥的奖赏 他们会爱我的 只要我是一个足够努力的玩家 妈妈在生我时候难产 一度被诊断为无法再次怀孕 他和爸爸看到我时 眼中的失望是不加掩饰的 但目已成舟 爸爸抽了两支烟 说 就给他取名叫醉醉吧 没有更好 只有最好 既然生不出那个更好的选项 就只能在这个身上拼尽全力 他们在只有零碎的我身上 倾注了所有的心血 绘画班 音乐课 语言表达培训 在我无法回忆的时刻 我享受了父母全部的爱 直到两年后 弟弟出生 课程没有被停掉 还变得更加丰富 只不过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除了保姆阿姨 不再有人会把目光投向我 所幸 我没有那段被爱的记忆 我捡着弟弟不要的书看看 捡弟弟不要的零食吃吃 生活有滋有味 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好 只是我也学会了 看家里所有人的表情 我知道 吃零食只能在夜里 作业要第一时间写完 书包一天检查两次 因为如果忘带了东西 不会有人来学校给你送 我的经验值在一点点上涨 我知道回家不同的公交线路 弟弟不知道 因为爸爸会开车接送 我知道食堂的包子一块二毛 弟弟不知道 因为他在家吃早餐 我知道怎么扫地拖地 怎么洗碗宅菜 怎么泡方便面 弟弟不知道 他们没有给他知道的机会 我更加努力地干着这些 我在日记里写道 爸爸妈妈 你们看 我会比弟弟知道的还多 第一次出门寻死 是在小生初出成绩那天 也是妈妈第一次参加 我的家长会的日子 我和弟弟念同一所小学的不同年级 家长会时间也是重合的 妈妈只会给弟弟开家长会 爸爸偶尔工作不忙 也会去弟弟的班级 小学第一课就学了家法 对我来说 爸爸 妈妈和弟弟 他们三个是紧紧贴合的 一一加一加一大于二 爸妈常说 有了弟弟 他们才体会到幸福 我是一个小小的灵带 咕噜噜在操场上滚拿滚 同班的男孩子指着我笑 说我是没妈的孩子 我总是咬着牙不哭 我知道 这只是闯关路上的考验 就像全黄得一次次 抵挡对手的涨风 经验才可以刷刷上涨 到通关那一天 大家都会爱我 小生初的成绩 决定了将来学校的分配 也许是老师的反复叮咛 妈妈终于答应 去我的家长会 在走进班级的那一刻 我感受到 平时欺负我的几个男孩的视线 齐刷刷看向我妈妈 我小跑着跟在妈妈后面 快乐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妈妈是个漂亮的美女 身上散发着香香的气味 化妆镜前摆满了她的瓶瓶罐罐 那是连弟弟也不能碰的宝物 有这么一个美女妈妈 我多骄傲啊 我希望妈妈能等一等我 牵着我的手进班 可她只是冷淡地瞥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没关系 我的成绩很好 等妈妈知道了 她会为我骄傲的 成绩公布了 老师满面笑容地告诉妈妈 我的成绩不仅能上最好初中的尖子班 还可以额外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我想起每次要早餐前时妈妈的眼神 赶忙说 妈妈 我有奖学金 以后就不用问你要钱了 妈妈紧绷的嘴角 终于放松下来 她接受着四周家长 艳羡的注视 满面春风地和老师讲话 她的手须须地 抚在我的头发上 说 考得不错 那一刻 全世界只剩下了这句话 和她手上的温度 妈妈摸了我 不是推 不是拽 不是为了 从我手上拿走什么东西 是她摸了我 我有多久没被妈妈这样触碰了 除了婴儿时代 接连的快乐 像一连串美梦将我砸晕 我看见终点线近在咫尺 掌声与鲜花翩翩起舞 那个一直以来的愿望 在朝我招手 我想玩一次小霸王 我看着台下的同学 他们的目光前所未有的友善 我也可以拥有朋友 大家都会爱我 我看着妈妈 颤抖着开口 妈妈 拜托了 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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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要吃早饭 我会拿全忧 会炒菜 打扫卫生 走路去上学 爱我 爱我 妈妈 把我拆开 听成你喜欢的形状 只要你愿意爱我 我想 我说 我能不能热度一点点点燃我的脸 我的脖子 再下一道我的小腹 一位男生惊叫起来 血 血 许醉醉屁股上有血 老师最先反应过来是什么 他想替我遮挡 但妈妈比他动作更快 一把抓起我的手 朝班门外冲去 血字在浅色裤子上十分显眼 周围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咒骂劈头盖脸的砸来 愤怒的妈妈有着冰锥一样的声音 你故意让我丢人是不是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不长眼的孩子 没有一刻能让我消停 他一把把我推进女厕所 吼道 裤子弄成那样看谁给你洗 给你洗 我哭着把裤子吞下 用水反复冲着那块血字 双手冻得通红 我搞砸了一切 我是个丢人的孩子 宝洁大婶看不下去 过来拍拍我 玩不哭哦 这是身上来事了不怕 看着我疑惑的表情 大婶叹了口气 先拿纸垫着屁股 等会让你妈给你买卫生巾 哎 做尿 我听她的话垫好了纸 把湿湿的裤子穿上 心里发出 妈妈还在生气 又要问她要钱了 走出厕所 妈妈却不在那里 走廊 教室 办公室 妈妈哪里都不在 泪水滚滚落下 巨大的恐惧攥紧了我 我得了绝症吗 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不是弟弟 家里会拿钱给我治病吗 我想起了妈妈看我的眼神 那几句话还回荡在耳边 你故意让我丢人 是不是你这个不长眼的孩子妈妈 对不起 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与其回家要钱 接受父母的责骂与冷眼 我更想找一个地方 静悄悄地等死 十二岁那年 我决定去死 公交车背离家的方向 一站站驶向终点 我想要死得越远越好 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姐姐上了车 用肩膀和脸颊夹着电话 手里用竹签子扎着鸡柳 盲不迭往嘴里送 她用寒混却娇俏的声音打电话 老爸 你今天做什么错事了 哼 还装 妈妈早就告诉我了 什么叫打小报告呀 让你少抽是为了你好 把费抽得脏不溜秋 你看谁还要你 我 嘻嘻 再吃学校后门的炸鸡柳呀 才不是垃圾食品呢 好吧好吧 那你给我做烧牛肉油焖虾松仁玉米 再要一个上次那个汤 吃得下吃得下 我是小猪哼哼 她用鼻音学了两声猪叫 周围有人笑了起来 看着她的目光温和而友善 这是一个被爱浸泡长大的女孩 她的笑容发自内心 快活而幸福 我的视线渐渐模糊 泪水不争气地从眼眶流下来 我知道我远远比不上她 我没有讨喜的举止 老师曾说我缺少孩子的活力 我没有好听的嗓音 爸爸从不愿和我多说一句话 我甚至也没有他那样漂亮的马尾 我从小到大都理着短短的运动头 妈妈觉得这样最省事 可是我只是 我只是 我也好想好想吃到妈妈做的营养餐 想骑在爸爸肩膀上 在大街上逛 想吃一次没有被潮气泡软的零食 过年的时候 我和弟弟坐在中间 爸爸妈妈一边一个围着我们 而不是我一个人坐在斜对角 感觉世界离我好远好远 我就像一颗小小的灵带 蜷缩在公交车的座位上 哭得肩膀颤抖 我活了十二年 以为幸福就是爸爸随手给我的灵钱 幸福就是放学的公交车上有位置 幸福就是保姆阿姨特地留了我的饭 幸福就是弟弟打游戏的时候 我可以留在客厅扫地 我十二年来积攒起来的小小幸福 在一辆通向死亡的公交车上 被一个陌生女孩随口的几句话 积得粉身碎骨 我把脸埋在掌心 抽掖着 大口呼吸 原谅我吧 爸爸妈妈 我是个自私的孩子 我不想死了 求求你们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去死 我才十二岁 还没有幸福过 妈妈 我想吃饭 我想好好活 我并没有死在十二岁的那个夜晚 我知道了卫生巾的用法 也知道了记忆中那耻辱的一天 只是证明了我在长大 我在长大 即使学校离家并不远 妈妈还是要求我去学校住宿 在这个家住了十几年 我的东西也不过一个手提袋的大小 我提着袋子 在公交车上随着人群晃悠 就这样来到了学校 许多年之后 我结了婚 终于有勇气向丈夫开口形容这个场景 一个比同龄人矮那么一些的小女孩 有着一张蜡黄的脸和陡大的眼睛 袋子细细的神乐在她手上 嵌进她的肉里 这个袋子就像我的生活一样 我感觉疼 可那疼是可以忍耐的 当我忍不下去的时候 车已经到站了 于是我便拖着沉重的脚步 慢慢地走 往前走 我变成了一个可以原谅一切的人 上了初中 我最期待就是每一次的月考 学校的奖金丰厚 按照排名 成绩好的考生可以获得50到500的奖金 这就意味着 只要我拔得头愁 就起码有两个月不用发愁吃喝 偶尔 我还能去小卖部买一盒牛奶 几只香蕉给自己加餐 我用所有的时间疯狂地学习 我没有朋友 没有社交 只有黑白的体海 和账本上的一理一毫 在我眼里 每一分钟时间 都能变换成游戏里的积分 变成妈妈的笑脸 爸爸的夸奖 弟弟的友善 有时候 他们还会变成食堂里的荤菜 和花花绿绿的零食饮料 有一次 在我去办公室问问题时 隔着门 我听见我最喜欢的 语文老师对其他人说 我不喜欢许醉醉 他太阴沉了 找不到一点孩子的活力 里面有嘻嘻哈哈的笑声 是几个成绩 远不如我的同学 我静静地站在门口 等谈话声过去 才轻轻敲了敲门 那天之后 我加倍努力地学习 成绩稳定在了年级前三名 只要用功一点 就能提高一分 只要提高一分 就能多拿些钱 我狂热地爱着一切付出了 就有回报的东西 那时 言情小说正在大火 偶尔传阅到我座位上 我翻了两下 嗤之以鼻 你喜欢别人 别人就会喜欢你吗 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 没有这么容易 初三上半学期的期末考试 我连着几个夜晚 在走廊背书 寒风不停灌进我的领子 我把外套裹得再紧 还是感到彻骨的寒意 这件毛衣 是小时候亲戚送来的旧衣服 针脚粗大 袖子直到我小臂 四面进风 我一穿就是四年 考试当天 我发烧了 这一次的发烧 来得天昏地暗 我不得不一边答题 一边趁着课间休息 跑去厕所呕吐 我晕倒在了考场上 醒来的时候在校医院 医生为我打了点滴 烧已经退下去了 我的心情却没有半点轻松 钱怎么办 这次的成绩 是无法拿到奖学金的 医务室的钱 下学期的学费 住宿费 就算加上我全部的积蓄 那也是我 无法承担的一笔巨款 犹豫再三 我趁医生不注意 一把将手上的针头扯下 夺门而出 对不起 医生 学校教导 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可是善良太贵 我买不起他们 那一年的寒假 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 从玻璃窗里 发现自己的脸 我想告诉所有人 我是就那条咬人的蛇 是丑陋的怪物 回到家里 扑面而来的是 浓浓的火锅香 圆桌上摆着剩菜 和几叠空盘 火锅的红油已经凝制 仍然香气扑鼻 爸爸已经回房 弟弟坐在沙发上 打PS3 妈妈从厨房探出头 有些惊诧 似乎忘记了 我会出现 回来了 他招呼一声 家里还有挂面 你用汤底下点 我没应声 换好鞋 愁愁地走到厨房门口 妈 我低声说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 我前几天 钱 妈妈关掉水龙头 转向我 你不是说上初衷了 不问我要钱吗 嗯 你不是说上初衷了 不问我要钱吗 我几乎是桃一样地出了厨房 蜷缩在沙发上 手脚冰冷 面前的茶几上 摆着琳琅满目的干果 我一天没吃东西 空空的胃部 却感受不到 任何进食的欲望 我的眼睛定格在了 茶几一角 那里放着弟弟的红包 厚厚一叠百元大钞 大辣辣摆在一起 少说也有一万多块 我从没收过亲戚的红包 偶尔有 也被妈妈接过 你要买什么 父母给你买就是了 他淡淡地说 再说 你是女孩 我们要把你养到十八岁 以后你结婚了 还要给你嫁妆 已经够人质易尽了 弟弟是男孩 你怎么能跟他比呢 我看着那叠钞票 喉咙干涩 我想起校医式的缴费单 想起高烧的感觉 下滑的排名 压在身上的学费和住宿费 手上的针孔 已经变成了一片青子的斑痕 我握紧了拳头 快步走向弟弟 弟弟 你听我说 我期末考试的时候 发烧昏倒了 现在欠着医务室的钱 也不够钱 缴下学期的学费和住宿 你能不能借姐姐三百 不 二百块钱 等开学考试拿了钱 我肯定还给你 我语速飞快地说着 我这辈子 从来没和弟弟说过这么多话 弟弟充耳不闻 杀 杀 杀 他喊着 沉浸在游戏的世界 我用手拽了拽他的袖子 你听姐姐说 操 别碰我 啊 死了死了 弟弟大叫起来 在意识到我 让他输了游戏后 他抄起茶几上 一盒打开的西梅 狠狠朝我砸了过来 神经病 没有钱 就去死啊 傻逼 那盒西梅 摔在我的脸上 尖锐的一拉罐 口滑破了我的幼太阳穴 鲜血淋漓 宛如一道必死的枪伤 怎么了 怎么了 妈妈冲出来 看见这景象 破口大骂 死丫头你做给谁看呢 家里是短了你吃 还是短了你穿 你还敢去问你弟要钱 他掏出钱包 把钞票一张一张 往我身上扔 给你 给你 讨命鬼 就知道钱钱钱 眼泪和鲜血布满了我的脸 空气里甜的辣的 咸的腥的 焦杂在一起 万家灯火 功筹交错 我像个小小的灵带 孤独地站在客厅中间 妈妈 我笑着流下眼泪 这次考试 我拿不了年级第一了 爱我 爱我 妈妈 把我拆开 听成你喜欢的形状 只要你愿意爱我 我会用卫生巾了 我背书 拿奖学金 住在学校 不问家里要钱 或者 你也可以告诉我 我做的这些依然不够 我直升了学校的高中部 在那之后 又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本地一所重点大学 父母没有过多询问 我的分数 弟弟已经高二 成绩不甚理想 他们在考虑 把他送去国外留学 我的房间 早在高一时 就被改造 变成了弟弟的游戏屋 我偶尔路过 里面的手办 卡带琳琅满目 当初的小霸王 早已被丢弃 我幼时的梦想 只不过是 陪弟弟长大的垃圾 我的分数 在周围人眼中 已是佼佼 那段时间 不断有亲戚打电话 来给爸妈道喜 那些从未给过我红包 礼物 问候的亲朋好友 一夜之间 从某个阴暗的角落 重新发现了我 用喜气洋洋的声音 向爸妈恭贺 我成了他们眼中 看着长大的孩子 之后的某一天 父母突然说 为了庆祝我升学 要带我下一趟管子 比起惊喜 我更多的是惊恶 一直以来 这种家庭聚餐 从来没有我的位置 车停到了一家 高级西餐厅面前 我第一次见到 装修得如此奢华的餐馆 第一次有试者 帮我拉开椅子 倒上红酒 面对着一字 排开的各色餐具 我傻了愣了 刀雨插在盘子上 磕磕碰碰 引得其他桌的人 纷纷侧目 丢人死了 弟弟吃笑 我默默无语 飞快地切了一块 血肉模糊的什么 大口吞了下去 范碧 爸爸掏出一个纸包 摆在桌上 他说 醉醉 恭喜你考上大学 我惊讶地看着他 这是他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句夸赞我的话 我的爸爸 有一双有力的大手 指尖萦绕着淡淡的烟草味 你可以想象 他们把你举过头顶 亲切地骚你痒 想象你牢牢抓着他们 再也不松开 那双手穿过雪白的参布 把那个纸包推向我 里面装着五万块钱 接下来的事情 我有点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他反复重复这几句话 家里的房子没有你的 家里的钱没有你的 你是一个女孩 弟弟要留学 家里的房子没有你的 家里的钱没有你的 你是一个女孩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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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醉醉 你是个女孩 我和你妈 也不指望你养老送终 你十八岁了 是个大人了 这五万块你拿着 以后家里的事 就和你没关系了 那一刻我看到一块屏幕 在我眼前粉碎了 卡通人物 惊艳条 战斗特效 他们像雪花一样斑驳落下 变成一地肮脏的泥泞 我终于看清楚了 这场可笑的骗局 由我自己亲手包装 围困我自己的骗局 爸爸 我问他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要钱呢 我初中问你要过多少钱 高中又问你要过多少钱 你为什么总是觉得 我会去抢弟弟的东西呢 爸爸 你看 你的同事朋友都在夸你 说你养了个好女儿 学习好人又乖 爸爸 这还不够让你喜欢我吗 爸爸 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学习的 冬天的夜里 我在走廊背书 觉得困了 就往脸上泼一把冷水 手上全是秘密的洞窗 爸爸 你在有大理石地板的大厦工作 一年四季开小轿车 送儿子上学 你的妻子涂刺脸 就用掉某些人整月的生活费 与此同时 我在学校洗衣服 十根指头上缠满胶带 渗进去的冷水混着洞窗破裂的农液流进盆里 接下来 我还要用这双手去写今天的作业 爸爸 我连一双手套都没有 你又为什么要觉得我会问你要车子 房子 要你留给儿子的钱 我的名字是你取的 爸爸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能做得最好 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 我是不比任何人差的 你们的女儿 我与丈夫是在研究生期间认识的 埋葬了曾经被爱的梦想 大学让我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 渐渐地 我已比幼时开朗了许多 我对自己说 只要等时间慢慢地过去 经历就只能是经历 我也可以像一个乐观的人一样 把那些事情当笑话讲 我这样做了 在聚会上谈集各自的家庭时 我对当时坐在身旁的 我的师兄笑道 小时候羡慕弟弟 回家可以打拳簧 而我一回家 就会被拳簧打 哈哈哈哈 多好的笑话呀 我认为自己很幽默 可师兄却只是幽幽地 默默地注视着我 他说 这不该是个笑话 他将手轻轻 附在我的手上 后来 他开始追我 他的追求 并不似夏日焦阳般灼热 而是如同一盏提灯 是触手可及的 安全又温暖的光亮 我因幼时的精力 不太愿意在吃喝上费心 他就自己带来丰富可口的便当 推开我的泡面碗 将保温杯里的枸杞乌鸡汤 倒给我 似一只温柔小手 轻抚着我被未经麻痹了的舌头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知道 这叫合适 我们结婚了 婚礼那天 他在首都大学任职的父母 风尘仆仆地赶来 婆婆从红锦带里 取出一个足金镯子 套在我的手腕上 哎 做得大了 他摸着我的手背 这孩子 太瘦了 手镯连同他手的温度 带着一股陌生的 我从未体会过的情绪 在婚礼期间 一直热热地烫在我的手上 挥之不去 满座宾客 有公婆的学生 我与丈夫的朋友 同事 除了我的娘家人以外 都到齐了 父亲从未主动联系过我 妈妈偶尔会给我打电话 她对我丈夫的身份背景很满意 叮嘱我一定抓牢人家 我请她出席我的婚礼 但当天 她飞去国 看望定居在那边的丈夫和儿子 电话始终处于飞行模式 我已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在幼时用过的日记本尾页 我抄下王尔德的一段话 为了我自己 我必须原谅你 一个人不能在心底养一条毒蛇 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种植荆棘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 和丈夫并肩站着 向来宾致谢 我会过好以后的人生的 就像在小臂上套上一枚挨一枚的金镯 来掩盖一个接一个的烂窗 婚后的生活 平静而幸福 丈夫的事业蒸蒸日上 而我继续独博深造 公婆身体硬朗 我们时常通话 笑声不断 我体会到了 从未有过的家庭的温暖 转折发生在这一天 丈夫有重要的工作会议 早早出门了 我起床觉得自己头昏脑热 一凉温度 38.5摄氏度 或许是小时候落下的毛病 我极易受凉发烧 我打开外送软件 浏览着各类药品 突然 眼睛滑到一处 一个石破天惊的念头 在我脑中爆炸 联想到迟迟不来的月经 和越来越差的胃口 我颤抖地往购物车里 加购了一盒验运棒 不会的 我安慰自己 我与丈夫一直有做好措施 想来不过是我多心 但当两条杠 清晰地摆在我眼前 我彻底愣在了原地 孩子 孩子 怎么办 我想拨通丈夫的电话 可会议中 他的手机静音 我又想到了公婆 但看看时间 他们也有各自的早课 我又变回了那个小小的灵蛋 孤零零地在一个人的客厅 六神无主 我颤抖着手 拨打了妈妈的电话 电话通了 喂 干嘛 像是被打断了手上的事 妈妈听起来很不耐烦 妈 我 我可能 我终于哭了出来 我怀孕了 妈妈 怎么办 我不能 妈妈 哦 怀孕 妈妈说 这是好事啊 你们早该要个孩子了 我不要 妈 我不要孩子 我的心被巨大的恐惧占据了 勉强找回了一丝清醒 对 我要去医院 我要做人留手术 把孩子拿掉 什么 妈妈愣了一瞬 随即破口大骂 你神经病犯了呀 好好的孩子打掉干嘛 啊 结婚这么久 孩子都生不出来 人家怎么看你 嗯 你就非得这么自私 你要是不能生 人家会怎么看我 说这个妈怎么当的 连女儿都教不好 你为什么 每次只考虑 你的感受啊 你想过别人吗 你儿子都不帮你老公生 你要怎么留住他 非得要家 散了才行是吧 还是 他的语气变了 这个孩子 根本不是你老公的 好啊 许醉醉 我早就看出 你是个骚货 从小 头疼得愈发厉害 我没有心思 再听他骂下去 我坐上了出租车 直接去往最近的医院 拿着挂号单 静静后诊时 我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低声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想要离开你 只是没有那个福气 能做你的母亲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 能为人父母的 诊疗室 医生问我 家属呢 我一个人 头疼愈演愈烈 我扶住桌子 要求医生 能不能快一点 这反而引起了医生的警觉 他用手背摸了我的额头 皱眉 体温这么高 发烧是不能做人流的 他撕下了挂号单 你先休息吧 又吩咐护士 去给他拿点散热贴片 我晕头晕脑的 被推出了诊疗室 坐后诊大厅的椅子上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怎么办 巨大的恐慌席卷了我 我忍不住轻轻颤抖起来 许醉醉 声音闪电一样 划过了我的大脑 模糊不清地视线尽头 妈妈正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 她以一股不可思议的蛮力 托起我的手 把我整个人拽着往前走 震耳欲聋的骂声 在四周乍响 嫁人了还出去乱搞 没有男的你是不是活不了啊 你老公挣那么多 你还不珍惜 诚心想让人下堂是吧 我被拉得跌跌撞撞 四面八方的目光 黑压压地涌来 恍惚中 我回到了多年前 第一次来出巢的那个午后 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 停下来注视我 旁观的视线像巴掌一样 抽在脸上 我猛然发觉 我还是当年那个小孩 发热的汗水滴答滑落 像一地的精血 妈妈转向我 眼睛里的恶鬼喷出火焰 你为什么一点都比不上你弟弟 伴随着这句话的 还有抽在脸上的巴掌 又连火辣辣的 我别着头 忽被一双手扶住 是丈夫 或许是接到妈妈电话 她跑得很急 脸上都是细细的汗 她抱着我 急切地问 怎么了这是 醉醉 怎么这么烫 她的声音离我好远 又连火辣辣的 我倚靠着丈夫 感觉世界在离我远去 此时此刻 我只有一个问题 那是我从胎儿时期 就开始孕育的 对于世界的结问 我看着妈妈 轻轻地问 妈妈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面前的女人 有一瞬间的惊恶 仿佛从未听过 有人用这样的语气 说话 随即而来的 是恼怒 她常常地指甲指着我 我生你还生出罪了 嗯 生你还有罪 你为什么 就不让家里安生呢 你一个女孩 你一个女孩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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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 我听见我自己的嘶吼 那是谁的家里 是谁的家 小小的许 最最写着日记 她写 爱我 妈妈 爱我 爸爸 爱我 长大的许最 最读着这本日记 她闭上眼睛 对自己说 你有机会原谅这一切的 不要 我猛然睁开眼睛 我是真的恨 你觉得我比不上弟弟 那好 现在就来比吧 每天早上她起床 保姆给她做饭 你和我爸开小轿车 送她上学 我从小学开始 就走路坐公交车 吃一毛钱一个的 馒头当早饭 偶尔买个包子 还要被你骂又懒又馋 她学习不好 你们就卖房卖车 送她出国 我领不到奖学金连饭 都吃不起 我做梦 都怕哪天成绩下滑 没有钱交学费 我就要去街上流浪 你嘴里的那个家 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忘了吗 妈妈 我的房间十几年前 就送给弟弟打游戏了 偶尔回家里 就让我在阳台支床睡 大冬天连一条毯子都不给 我只能盖小时候的衣服 说来好笑 妈妈 我人生的前十八年 除了校服 没有一件衣服 不是别人穿剩下的 你要看看我的手吗 妈妈 我颤抖着把手举起来 你们一家三口 幸福快乐地活着 你们夫妻俩 带着儿子上高级餐馆 上电影院 上游乐场 我在冬天的走道里 拖着鼻涕背书 为了抠那一毛两毛钱 就用冷水洗衣服 手烂到流浓了 都没钱去治 还要担心写会不会 把试卷弄脏 高考结束后 我是全是第三 你和爸扔给我五万块 说这辈子和我没关系了 让我少惦记家里房子 你们带我去西餐厅吃饭 你们指着我 把我当个笑话看 听他喝汤的声音 像猪 八分熟的牛肉 真丢人 刀叉都不会用 疏念到狗肚子去了 妈妈 你什么都要骂我 来月经了你骂我 吃不惯西餐你骂我 和弟弟起争执了 你还骂我 而我的爸爸 这辈子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没过问过 哪怕一件我的事 你们嫌弃我不会做这做呢 可你们教过我什么 你们有把给弟弟的关注 分给过我吗 你稀罕看我一眼吗 现在你过来骂我 让我不要打掉孩子 妈妈 是你和爸爸 是你们为我的生命 开了一个坏头 你不教我为人父 为人母的道理 你们要我怎么有能力相信 我能去养育一个小孩 你让我怎么相信 我的孩子 能不和我走一样的路 从此成为一个痛苦的人 你们给我起名罪罪 我也是一直坚信着 只要我做到最好 你们就会爱我 我也会有人爱 但实际上 我从既是开始 就不是罪罪好的罪罪 而是罪罪不安的罪罪 我害怕一切事情 甚至害怕恨你们 我骗我自己 可以原谅一切 把痛苦交给时间冲淡 但是我的妈妈 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原谅你 你从不教我任何事 只有我自己去学 妈妈 从今天开始 我要学着去生气 学着恨你 你总说我是个女孩 但你忘了 我首先是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应该受到像我这样的对待 我恨你 妈妈 我笑着 脸颊滑下泪珠 就像你从没喜欢过我那样 这一切都很公平 我不记得 自己是什么时候倒下的 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 我看到三五个医护人员 向我冲来 丈夫脸上不加掩饰的惊惧 以及我身下流淌的一抹鲜红 这个孩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或许在感受到不被我这个母亲期待时 她就如同小小的落叶般 顺水流走 孩子 你比我要聪明得多 丈夫请了长长的一段假 坐在床边陪我 沉静泪脸的她 说了很多我从未听她讲起的话 她说 第一次注意你 是看你的实验报告 导师把文件传到群组里 说你是她带过最优秀的学生 我看着那份报告 只觉得字里行间都是杀法果断的气息 许醉醉我想 你人如其名 第二次见你 同祖的师兄给大家带了奶茶 你道谢的大方 眼神却茫然无措 像是一个从未接受过别人好意的人 我看着你鼓着嘴吸珍珠 嘴巴一动一动 表情有孩子的快乐 也有孩子的不安 第二天 你买了几大袋零食来分给大家 我想 我一定会爱你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爱你了 你从不说家里的事 却爱拿自己玩笑 像背书一样哗啦哗啦地打去 仿佛把一件事咀嚼过一千遍 事情就会失去本来味道似的 没有人叫过你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是不用原谅的 现在想想 我一直都是个失职的丈夫 我总觉得 有我一直陪着 总有一天 你会主动开口 只要你朝这边走一步 我就会立马奔向你 哪怕还有一万米的距离呢 可是我忘了 已经溺水的人 是不会呼救的 他们害怕被更多的水灌进嘴里 是我对你太残忍了 你倒下的时候 那么多的血 不要命一样 从你身体里流出来 我看着你的脸 从烫红一点一点苍白下去 那时候 我脑子里只要一个念头 没有你我会活不下去 他慢慢摘掉了细矿眼镜 用手背擦拭着溢出的泪水 那天我抱着你 感觉自己像抱一只鸟 你烧得迷迷糊糊 咧着嘴 说 我难受 这么多年 我从没听你说过这句话 你得有多难受啊 他的泪水大滴大滴地躺下 没事的 我干哑着嗓子 把他的头抱在胸前 轻轻地哄 没事的 我的眼泪也布满了脸颊 我开始去做心理治疗 对方是个和蔼的老医生 一边听我说 一边用笔在本子上记着 最后 他放下笔 看着我 孩子 你怎么才来啊 他轻轻地说 你得吃了多少苦啊 日光为他的身体 镀了一层金边 温柔地想让人落泪 我暂时放下了繁重的课业 遵循着医主吃药 健身 听音乐 以及 学着去恨某些东西 我和丈夫 一同回到了我的初衷 我想在这里了解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 让人惊讶的是 那名照顾过我的医生 还在那里 当年婷婷玉立的女校医 如今已变成了头发花白 但精神绝朔的医生奶奶 她早已不记得我的事情 我向她展示我手背上轻子一点 多年来 这道电痕一直未消散 仿佛时时刻刻提醒着我的罪恶 对不起 我对她说 医生 我给您添了多少麻烦呢 女医生摇了摇头 手轻轻触摸着我的手背 她说 没有一个医生会怪你的 你只是生病了 我终于放声大哭 泪水在太阳底下 如融化的水晶 随之一起融化的 还有多年来压在我心头的重负 妈妈很久没来过消息 也许是丈夫警告了她 让她不要再靠近我的生活 但是某一天 她的电话就那样来了 醉醉 妈妈错了 妈妈真的错了 变化那头的她 哭得声嘶力竭 我勉强从她的口中 拼凑出两件事 国议场黑帮斗争里 两个组织的成员 在街上爆发枪击事件 一枚榴弹划过 直接击中一名路人的 又太阳穴 那个路人 就是我的弟弟 刹那间 我想起了多年之前 那罐擦过我脑袋的西美 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 仿佛一下老了二十岁 她的身体彻底垮了下来 连回国的扳机都没等到 就病死在异国他乡 一夜之间 妈妈成了孤家寡人 她在电话中痛哭失声 说着中年丧子与丧父之痛 说着自己的不义 见我没有回应 又戚戚爱爱地说起 那段灰暗的岁月中 偶尔零星乍起的 她的母爱 给我买早饭的几枚硬币 偶尔对于我成绩地夸赞 问亲戚要来给我的几件衣服 这些都曾是我 密不透风的黑夜中 匆匆闯入的几道极光 我追逐着这些极光 不停地奔走 不停地奔走 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已经孤独地 走了很远的路 醉醉 女人哭着说 妈妈爱你啊 丈夫握着我的手 她的眼神在说 支持我做的一切决定 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妈妈 我最后一次这样叫她 你不是爱我 你只是害怕 自己变成一个 没人赡养的人 一个像小时候的我一样 死在路边 也不会有人流泪的 没有人爱的 人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 我看见小小的许醉醉 在向我招手 我牵起她的手 我们决定要长大了 三年之后 在我停要的那天 丈夫向我求婚了 她掏出一个小盒 里面是一枚戒指 她说 你 再嫁给我一次好吗 她问 我有没有那个殊荣 可以娶到一个完整的你 你愿不愿意 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男人 我拥向她 两人一起 睡倒在四月的春风里 这一次的婚礼 决定在首都进行 我们预备搬去那边 和她的父母一起生活 至此 我与过去的联系 彻底告别 又一次的婚礼当天 婆婆拉住我 一脸笑容地 掏出一个紧带 我按下她的手 转而把一枚玉镯 套在她手上 妈妈 我叫她 这次轮到我 婆婆紧紧搂着我 一叠声喊我喃喃 穿着西服的丈夫 拿着捧花 走向我 她对宾客说 我的爱人叫醉醉 是我见过最坚韧的人 同时 这坚韧 也是我最大的懊悔 我们结过两次婚 上一次 我娶了她的身体 这一次 我才庇护住她的灵魂 她将捧花递给我 里面有两只玫瑰 她看着我的眼睛 对我说 一朵用来 应称你的红润 一朵用来 分担你的哀碗 这就是我的丈夫 对这场婚姻 做出的全部解答 唯一 许唯一 我大喊着女儿的名字 她正在草地上风跑 像一只梨咸的剑 小心点 别摔倒了 妈妈 女孩的声音充满快乐 我看到一簇小花 我要把它们摘下来送给你 丈夫无奈地笑了 起身 冲她喊 别摘花了 一一 爸爸陪你放风筝 女孩欢呼一声 蹦跳的身影向我们跑来 丈夫拉起风筝长长的棉线 随着微风 让她渐渐飞起 飘向天空 手中的诗集 被风吹动 我低下头 细细读着这一页 你的孩子 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 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 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边 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 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 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 属于你做梦 也无法达到的明天 你要向他们学习 而不是使他们像你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 也不会在昨日流连 你是弓 而女是从你发射而出 活生生的剑 弓箭手望着永恒之路上的剑靶 它会使全力将你拉开 使它的建设得又快又远 欣喜地在弓箭手中曲曲吧 我微笑着看向远方 远方 丈夫与女儿欢笑着 嬉闹着 因为他爱飞翔的剑 也爱稳定的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